开始了 所以这场比赛不知道是不是要考虑去 去自己拿一下PA之外这种英雄啊 上一场比赛M1的这个中单卡尔 其实中单的卡尔 配一号位的小黑 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阵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场比赛的一个阵容 他们在中单的卡尔一号位小黑 然后小精灵去救人 这三个体系拿的是没有太明显的问题的 但是在后续的这两手英雄 就是在海绵和大鱼上面感觉拿的是稍微有一点点重复 双三的这个英雄条件必须是要有一个人适合 你看所有的双三阵容 要不然就是两个强控 杀王配大鱼 要不然就是 有一个强先手 比如发条配大鱼 或者还有就是一种辅助装配辅助装的一个 然后配一个控 也比如像大屁股或者像黑咸 但是这场比赛他选择的这个海民 海民的这个控制实际上算一个不稳定控 当他在处理对方这种强冲脸的时候 这个而且海民他不具备像大鱼和杀王这种多次切入的能力 他基本是一锤子买卖 这种英雄去配这种远程输出的阵容的时候其实多少还是有些的僵硬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情况 很多射程的人这个 这个血肉很很少啊 感谢 AMORE7赠送的 AMORE7赠送的 猪队友6个猪队友啊 非常感谢 鸩 哥多了 这场比赛一手C9是拿大鱼 Secret则是拿了两个已经很久没有上场的英雄 一个兽王 一个霍兰之源 这两个英雄确实有些日子没见了 尤其是兽王这个点 我上一次见到兽王这个英雄的时候 应该还是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大概是上个星期的事 C9在第二手是拿了戴泽 戴泽的话 看看Secret在三四手的班人 C9的这个前两手的酱油拿的 如果说是大鱼打4 戴泽打5 然后你的一号位的这个位置上 如果去拿一个小拿家的话 Secret这个烈士路就别占人了 这个基本就不用考虑占人了 因为他这个如果说他一号位拿一个小拿家 这C9的一号位拿一个小拿家 他在优势路的时候 大鱼跟上来给小拿家开一个分身 然后大鱼上去给脚踩 分身加本体往上一走 然后带着一口奶基本就死了 基本之外就秒了 当然了一般来说不会这么拿 这个戴泽加大鱼的体系 加上随便加上一个大哥位 尤其是近战型的大哥位 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组合了 你看Secret在第三手搬了一个小鱼 他怕的就是你拿四号位大鱼加戴泽 你这两个人在游走 尤其是对于优势路 这个一号位大哥的这个保护的能力 他不单纯是保护 他是可以形成很强的一个击杀的 C9在第三手搬掉了一个老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独狗这个应酬现在没人用 现在独狗越旗的这个体系 基本上已经 可以说这个体系已经 可以在整个这个独狗越旗的历史上 已经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现在独狗的崩裂禁锢出来的单位 承受的伤害承受百分之 三百也就是说跟普通的幻象 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所以现在这个英雄已经 没办法去拿出来去做一个 就是拿他去耗塔的这个 已经不成立了 因为本身幻象就给钱 然后呢你现在这个幻象又这么脆 人基本不太可能被拿出来用 C9在第四手 卡尔Secret这样比赛 是拿了一个露娜 露娜这个英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稳 这个英雄还是一定程度上说 还是比较稳的一个英雄 回答一下咱们直播间观众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英雄名字的问题 英雄名字的问题是因为 这个 很多英雄的命名 很多英雄的命名 尤其是在一些 比如说矮人火枪手 比如说矮人火枪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名字 它是在 魔兽3里面的名字 有很多单位的命名 比如说月琪这个单位 在魔兽3里面的叫做 叫做女猎手吧 好像就是叫 是暗夜精灵的 好像就叫女猎 就叫女猎手 就简称一般叫女猎 其他的单位 在 沃尔3里面还出现的 比如这个孽主 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大屁股 就叫深渊灵主 恐不利刃这个单位 在魔兽3里面的叫做 它其实是 魔兽3模型里面 这个敌法师 不是敌法师 那个恶魔猎手 恶魔猎手的剧情线里面的一个造型 但是由于这些名字 它都是在这个 沃尔3里面的一个 有这个版权的问题 所以他在拿回来的时候 就不能够再去用这个沃尔3里面原有的这些名字 那么就干脆就直接用了这个刀塔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冰蛙 以及最早的这个刀塔创始创始这个游戏的这些人 所采取的这个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后续的BP C9在第三次手势 是拿了大屁股加上一个TB 这个阵容还是比较有想法 大屁股作为一个纯出这种 你看这场比赛 C9的这个双三的阵容 就是刚刚给大家说过的这个大鱼加大屁股 或者是黑咸的这个组合 也就是说我在拿大鱼以后呢 另外一个三号位可以去出辅助装 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C9这场比赛同时还配了一个戴泽 拿一个戴泽的话呢 在第四手势用了一个戴泽TB的体系 现在很少有人再去用这个戴泽神灵的体系 主要还是因为戴泽神灵这个东西 太需要选手的个人实力了 就这个东西对于你个选手个人实力的要求 实在是太高了 就很多你一号位打得再好 但是你用一个像 像像神灵这样的英雄的时候 往往你不一定能够打得那么出色了 就非常难 来看一下这个Secret的第四手拿的是一个赏金猎人 赏金加霍兰支援的一个商匠游 三号位的兽王 一号位的露娜 这个阵容体系是以一个抓人为主 Secret这个阵容是完全是走的一个抓人为主 然后呢尽可能去拖时间 这样的话 他的终端大哥应该是会拿一个偏刷的 应该是拿一个偏刷的一个一个东西 感谢 SACLYNX赠送的666 Secret的最后一手是扳掉了一个火猫 那这样比赛Secret的中单 有可能是要给MD1去打这个影魔了 影魔的登场概率十分的高 最后一手先选是C9去选 C9选择搬掉了Tinker 搬掉Tinker的话 C9自己有可能要拿女王 但是现在的女王 这个法系女王 刃甲法系女王已经是被彻底给 给搬 C9这场比赛这个量了 居然最后一手是拿了宙斯这个英雄 Secret这场比赛如果最后一手拿影魔的话 是有可能被这个宙斯杀穿的 宙斯这个中单打影魔真的不要太好打 太容易杀穿了吧 影魔 其实在双方实力相等的情况下 宙斯打影魔绝对是一个 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 C9这个虽然说他这个C9 这个这些人啊 这些人是以前的这个熊队的人 但是不得不说 自从套上了C9的这个光环以后 艺术家的气息已经是渗入到了骨髓 Secret在考虑了半天以后 最后一手选择是拿了一个圣堂 他们在最后一手扳掉了对方的一个火猫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需要一个能刷的一个中单英雄 Secret应该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影魔 但是对方拿了一个宙斯 这场比赛这个影魔 要是真的拿影魔打宙斯 这真的是没法打 这前期血太少了 电几下就要死了 看一下最后一手的一个TA TA打宙斯的话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TA打宙斯也是容易直接被宙斯一套技能给带走的 C9这场比赛走的这个套路是一个特别特别老式的一个推进流派 就特别老式的推进流派 就是宙斯一个单一的火力点 就是单火力点 这个单火力点是依靠宙斯这个点 然后在这个阵容方面走一个战装推塔的一个阵容 也就是用戴泽加上TP加大屁股 这三个人形成一个战装的推塔 然后用大鱼去提供一个先手或者反手 用宙斯一个单点团战输出 然后去打这个团战 这种推进节奏 一旦让他们前期拿到了 在拿到秘法没啃以后 尤其是双秘法 尤其是双秘法没啃以后 你如果没有足够强的冲脸 对方这个阵容站在那边打你塔 你是上不来的 宙斯的单输出是全游戏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全游戏最高的 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可以打单法系输出的一个英雄 就是全部的输出只交给他一个人 咱们直播间观众不要把我吹得这么厉害 我这个刀带1的天梯真的 刀带1的11天梯真的没有到过1900 1800 这个千万不要说1900 1900跟1800还是有差距的 真的是没有到过1900 我很感谢你这么捧我 我18001800没有上 不是1900你记错了 我上不了 我尝试过上1900 接近但没上去过 这个下路的神符也是被大鱼的一招极限的一个踩 拿到这个神符 那么这样的话C9在一开局的时候是拿到了三个神符 上路的一个大鱼应该不会出太多的问题 派来来这里一级升的是一个势脑 而没有选择去升睡 或者升减弓 这里赏金过来 一个大鱼要搞事情啊 大鱼要搞事情啊 别别乃的这 哎 看一下上路 看一下上路 这个兽王 这里这个猪 第一只猪 哎 反补 那样啊 nice啊 反补很到位 迷迪万的这个TA在 在中国面对对方这个宙斯真的属于这个没法打的状态 宙斯这样也只要他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站位 呃 不要被对方打断太多次这个蓝药 基本上这个TA属于是一个不太好混的一个状态 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宙斯的补刀数没有这个TA高 主要是因为前面这个VB9用了太多的电去耗对方的血量了 这里 哎 一个普攻打断小蓝 这有点亏 他比这个位置有点坏 对于前期的赏金来说 他用一个大药换掉对方宙斯一个小蓝都是赚的 但问题是BB9的这个宙斯出门装买的很便宜 所以他也是很快的拿到了自己的一个瓶子 现在迷迪万的瓶子应该看一下 迷迪万的瓶子也是刚刚拿到手 瓶子加上大魔伴 那么宙斯这里也是拿到了瓶子 加上一颗真眼还有一个先灵火 这个比赛按照这个节奏打的话 中路必须是经常有人来挂 没有人来挂的话TA 其实中单英雄哪个英雄看见宙斯都挺蛋疼的 说实话 就是谁看见宙斯比较开心 PA看见宙斯 PA还有像猴的这种英雄 看见宙斯中单是很开心 因为随便单杀你 你只要一个走位不慎 稍微离他远一点 我就可以上去把你枪杀了 但是像TA这种英雄 看见宙斯的话多少还有点蛋疼 下落的对线方面 目前双方还是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剧情 这里踩一脚 但是也没什么想法 双方的酱油 因为现在这个神服一般是留给双方编路的酱油去吃 所以现在酱油比以前要肥了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看 就是在7.0更新以后 经常可以看到酱油去做点筋的这个原因 看一下兽王这里被给上一个倒影 减一下速 但是赏金赶过来 看看要搞谁 赏金利用要搞对方的这个戴泽 戴泽给上了一个毒球的伤害 但是兽王的猪都死了 没有办法去形成实际的一个减速 A死的TB这段时间变身伤害很高 直接把这个赏金打成了一个死血 差一点都挂了 在补刀方面 中路的这个宙斯是补的一般 MIDI的这个TA在中路 补给品的使用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奢侈 基本上一直保持自己的血量在四分之三以上 而且这个MIDI的其实他对于对方的这个耗血的工作做的也是不够彻底 这宙斯在前期你是需要一定程度去用平A 去用平A去破折光的 你不可能去一直光靠你的小店 现在的TA前期一般不会着急去点引力一击 你不用担心没他引力一击直接把自己的血打残 这个双倍有可能一会儿要单杀这个宙斯了 这要看看这个C9这边什么时候来人蹲 这个TA现在倒六以后开双倍 开这个折光上了以后 这个宙斯应该是四刀左右就死了 他不应该是四刀左右就死了 这个反补补的被对方反补补太多了 宙斯打这种英雄 你要么就把所有的这个蓝都用来去补刀 你要么就踏得实实的去用来耗血 现在这个宙斯感觉在中路的是 又要想耗对方的血量 又想去补刀 想要双管齐下 结果哪个管都不够粗 NPCR在补刀方面 目前这个攻击力稍微有点尴尬 他现在攻击力是87 87点攻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攻击力 这里看一下双倍吃 吃啊没吃 对方这个时候大鱼加上一个带泽赶过来 这波TA肯定是去了 给上一把减速以后再给一个 在这里队友过来支援一个税 这波圣团还没有死 在有这么多加速减速技能的情况下 居然是没有死 而且宙斯刚才也并不是没有蓝 他的蓝是够的 好吧既然你们都让我掏出本子来记一下呢 我就只好记一下了 这个是五分钟是吧 第二场五分钟 下路这个地方看一下这里一个C收到对方的一个大屁股以后 这里对方的大鱼也是直接选择了撤退 这方终于是出剑了一血 这样比赛 TP 变身 开始给输出 对方的双又是连续被两个给上两个减速 这个带泽的二级毒还是比较厉害啊 二级的毒跟 就是带泽的这个毒是每一级 每一级都有一个质变 所以带泽毒在前期配合于队友去击杀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变态 所以大鱼就给一条踩 但这个踩给的好奇怪啊 你这条踩并没有帮助你补到刀 也没有进行后续的一个平A的伤害的提供 那你这个 这条踩的目的是在哪儿呢 看一下C9这边带泽这个位置 被对方两个减速贴身 这个感觉好像是跑不掉了 狩王这里跑得比较快 一个大招吼住我 一个飞火一个帖直接带走 带泽这边 同行是冤家呀 看见C9的TP在上落目前的这个装备 我们看一下经济情况 现在TA是390全场第一将近4000的一个经济 啊急死了呀 验信是这个急死了呀 机身上好在是没有东西 那么这个机也是位置有点走太过靠前了 帕币这场比赛这个赏金做的走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他前期起码在游走方面做的非常到位 看一下A死的这个TP STP现在是一个满级的幻象 用幻象快速的打前 二级的一个魔化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他们的一个推进节奏 呃TP现在的第一任务还是主刷啊 还是刷 并没有想着过早的去把对方这个塔给推掉 这里啊这个踩一个脖葬给上来 这边大鱼赶紧往后撤 看一下现在这个兽王的装备 兽王这里也是准备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绿鞋 直接憋这个死灵书 但其实兽王这个英雄如果说憋死灵书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草鞋憋死灵书就可以了 绿鞋兽王最大的价值在于就是他在游走的时候 绿鞋可以提供的额外40点移动速度 对于他在前期破雾的一瞬间 然后能够快速的接近对方的身体 然后呢赶紧把对方直接吼住 这里一个大波 大屁股这里下来给一个活雨 大屁股这张比赛到现在为止 这个经济也是比较崩 这张比赛到现在为止只有2300块 发育非常的差 那么戴泽这张比赛感觉也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野怪 其实这两波野怪 就是这个中野和这个远古野的这个位置互换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个远古野的位置 就原本的这个远古野的位置 我觉得是更好一点 比这个树的比这个上面的远古野 打起来要更舒服一点 有观众表示说今天这个浣熊的嘴不动了 浣熊的嘴不动了吗 我重开一下吧 我把这个浣熊重开一下 双方这张比赛节奏打得很慢 Secret这样比赛打得比较谨慎 因为他们 这样比赛如果说他输了的话就回家了 这样的话就太可惜了 所以呢也是打的相对来说要比较谨慎一下 我这怎么今天我这个 为什么我今天这个熊一直我这两个眼睛再往上看 这是这是什么鬼啊 我调整一下 然后这样就应该正常一点 老是斜眼往上看 这什么意思 看下TB这里给一口奶 一个C定一下 一脚踩 踩住 这里是提前换了一个血 把这里保证一个满血 那么让对方先断一下对方击杀这个念头 这TA已经拿到了自己的跳刀 而且这个身上还挂着一个 我刚才挂了一个加速跑的也是飞起 这场比赛Secret到现在为止 M1的这个TA打得好像还是比较稳 还是在刷 然后让这个MP的预期也在刷 这个Secret现在一般的 你看他们这个经济增长很有意思 一般来说前期都是M1全场第一 然后打一段时间 大概在20分钟以后 MP的这个经济就逐渐的开始超过这个M1 然后而且会超的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在这两个人的这个刷钱资源分配上面 前20分钟或者前15分钟 Secret目前的主要的一个经济分配是给这个M1 让他去带节奏 然后MP这个点呢 前期更多的是 就是前期MP打架更多一点 一旦到了中期 这个MP就刷起来了 M1这里就开始选择去打架更多一点 这就是两个 一直对我两个人的这个节奏 逐渐的一个互相适应 哎呦这个刀 这个刀人可惜了 TA这个英雄他先出跳刀还是先出按灭都可以 没有哪个装备就是说一定要先出或者一定要后出的 反正这样装备都要出 至于你先出按灭还是先出跳刀一般来说 要看阵容 这个大招好咒 约齐赶上来 但是没法开大 只能给平A一个C再定一手 这就是兽王这个攻速光环的作用 他的这个光环加45点攻速 露娜很需要这个属性 在有这个属性以后 露娜这个平A的攻速很快 伤害就打出来了 因为本身露娜的攻比较高 这样比赛宙斯这个经济 没有保证好 感觉C9这场比赛在中路的这个艺术 艺术有点过了 但是他们其实宙斯这个英雄也不需要很多钱 这里一个大招 开一见对方的视野 大鱼过来一脚踩 踩完了以后 对被对方TA直接过来两刀收掉 这样比赛secret打的还是比较稳健 这种进攻 就是你C9这种进攻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把宙斯带上的 你宙斯如果不在身边 你被对方一波反打 你唯一的一个输出就是TB 但TB这个英雄的输出 完全是一个平A的输出 他没有办法瞬间对对方形成一个简缘 而且比较容易被对方逃掉 另外就是你现在的装备 等级 经济完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 你这种战装去推打的话 你人还不齐 你这个就是要搞事情了 这种战装去的 我现在的战装就有绝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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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抽完蓝以后 这个大鱼就完全没有蓝了 这里一个飞斧 宙斯赶到战场 给一套技能 几个招喚生物还在追 这里加一头血 大屁股开了一个大招 过来战场的另外一侧 TA是找到了对方的一个TB TA干死了TB 这里过来两刀直接秒到了宙斯 这样比赛这里给上一个标记以后 睡一手 睡一手以后 过来一个C 两刀直接收掉 你让一个TA这种英雄 在前期打得这么顺 你这个就没法玩了 这个鞋基本上 因为TA这个英雄 一旦他打得顺 他上你高地是不讲道理的 他上你高地就是冲上你以后 直接把你的人干死 他不是把你的塔干死 他是直接把你人干死 这个TA这波可以上高地的 不上吗 这可以上高地的呀 Secret啊 Secret这边想求稳 还是选择去先拆对方的这个外塔 但其实他们这波是可以去上对方高地的 就可以把这个上路高地的塔可以大概耗掉一半血左右 现在拆外塔的优先级 拆光二塔的优先级是低于先破掉一路高地的一个优先级的 因为你先拆掉一路高地塔的话 哪怕兵营没拆掉 但是起码你可以去拆对方的圣坛 这个优先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咱们直播间观众不用担心奶的问题 这场比赛不可能奶的回来了 这圣坛已经这种 这种装备的圣坛 这谁都奶不回来的 这个是经过无数场的比赛验证过的 一旦你 而且现在这个经济方面 兽王的经济都已经超过了TB这场比赛 现在C9的这个阵容是 哎呦这个T打断了TB以后 这戴泽又要送一个带着标记的人头 一口奶 一口吸 直接吸死 大家放心 这个绝对奶不回来 这个我真的不开玩笑 你看这个TB 两刀就这德行啊 你这TB还打个毛线啊 这TB这个英雄 还是一个初始防御力高到吓人的一个英雄 这里直接选择了TB 大屁股是运气不错啊 大屁股这边真的是仗着自己这个蓝多 加上一口秘法 过来两刀 这个大鱼三刀直接死 满血大鱼三刀直接死 满血的一个咒丝也差不多是三刀 这还没加隐移击 这加隐移击的话 绝对是三刀必死 有可能两刀就死了 TB这边上来以后 这个TA上来以后 TB旁边给上一个倒影 开启分身 开启变身 开始打 这波Secret直接强拆 你那兵线你都清不掉 你一个TB变身了以后才230的攻 人家圣堂开个折光就230的攻 人家这个技能的CD17秒 你那个技能CD90秒 140秒 我说错了 140秒 他的这个空白期大概是90秒 我这边又口瓢了 他的持续时间是52秒 然后他的空档期是90秒 这波肯定这个这场比赛是奶不回来的 你看这个高地塔打了半天 这高地塔直接耗到还剩一丝血 然后人家那边零损 直接撤退等下一波不着急 反正我下一波再过来的时候 你TB就没变身了 你TB现在就算给你一个分身处 就再给你2000块钱 你这经济还差对方TA 再给2000还差这个TA 能差到4000块钱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跟人家差距 已经是达到了一件6000块钱大点的差距 一个5级大根都快出来了 C9现在这些人 你大鱼这张比赛到现在为止 20分钟距离自己的跳刀 还差100多块钱 现在没有地儿刷钱 回家踏踏踏实卖装备吧 回家踏踏实卖装备吧 别琢磨了 你要么就直接卖个风铃之文 这不就够了吗 你风铃之文现在拿在身上 没有什么卵用 人家要杀你 你跑不了 人家要想跑你也追不上 你买留这风铃之文没用 终于是等到了 等够了自己这把跳 大鱼这把跳刀拿到手以后 大屁股这里是密法没啃 但是Secret这段时间 居然是把节奏给稳下来了 没着急上 TA这块连蝴蝶都拿出来了 跳刀暗面蝴蝶 这个真的就是两刀一个了 这个宙斯打到目前为止 他在经济的保持上 他这个保持经济的能力 确实是有点差 宙斯这个英雄不应该这么穷的 虽然说你现在10比2的人头 但是宙斯这个英雄不应该这么穷 你打到现在为止 宙斯的经济倒是第三全场 比对方的一个霍乱追恩还要穷 这个游戏还这么大 虽然说对方有六个外塔的优势吧 但就算是刨去这个六个外塔的钱 你现在只领先的 对方的这个霍乱追恩几百块 这个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下落这个高地应该是上来两三刀就没了 已经350的攻击力了 这个TV就这个TA 看一下这个TA 这里一个C定一手 TA什么时候上 这个TA只要上了 就是一通星风雪雨 TV这块已经空蓝了 吃圣坛吧 开圣坛 这波看看TA什么时候上 TA的BKB现在还差1400块 TA这样比赛连BKB都懒得先出 先出个蝴蝶 先出个蝴蝶 吓唬吓唬 下落高地的这个塔拆掉以后 直接选择过来拆对方的这个圣坛 你看TA现在打这个远古都是这种酥 C9这一票人在高地上 这边迷之麻将 完全不敢出门 因为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 面对对方这个TA 这时候装备都跳过来隐匿 然后两个平A直接死 而且是B死 TA这个攻速在一个隐匿 以后依靠魔龙枪提供的这个 没有魔龙枪 没有魔龙枪这样比赛 他没出 没有魔龙枪的话 这样比赛这个TA的射程 确实有点低 射程就380点射程 这个还是有点捉急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场比赛除了一个1万7的TA以后 还有一个1万7的露娜 这露娜假腿分身BKB 魔龙枪下车 没准备做蝴蝶了 宙斯在中路初期对线 你打TA被打成这样 这个绝对是宙斯自己打的有问题 你前两级把对方那个 就是在三级左右的时候 你可以把对方这个TA其实耗得很惨的 而且自己这个阵容 C9拿的是一个战装推进型的阵容 就是宙斯单输出 然后战装推进的这么一个阵容 结果游戏打到了25分钟 你现在一个塔没退掉 这露娜落地给一个C下卢伊塔 然后被包围了 就直接月琪的宙斯开大 我估计绝望了 开完这个大以后已经 TB这个位置给人输出 月琪过来开大 一通输出 看一下这里TB直接被秒 有买活 但是于事无果 一波团灭 只杀掉对方的一个兽王 这里TA加上月琪的双BKB 开起来以后 完全没有任何的有效输出 所有的有效输出都要依靠宙斯一个人去打 结果对方两个BKB坐上了 你要想打这种团 你早一点打也行啊 你在对方BKB拿出来之前你去打 第一场比赛莫名其妙赢了 第二场比赛不敢认真打了 是怎么个意思 这里大于一条踩 宙斯直接被秒 那么对方这里身上连跳刀都没有被打断 开始折光的情况下 这样呢我们可以愉快地看到第三场啊 可以愉快地看到第三场啊 大于一脚踩 这一波反复的能不能杀对方一个MD1 还杀不掉 等于差太多了 MD1这个TA在26分钟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1级 这个装备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豪华 这边BKB还有五秒钟 那么中路高地高破 Secret也没浪 选择是先往后撤一波 撤一波把上路兵先带一带恢复一下 然后直接把你这个第三路高地破掉 TA这里因为二级的天赋里边本身还有一个12%的闪避 所以再加上这个蝴蝶的闪避的话 这个闪避确实太高了 天赋方面选择的是加了42攻击力 在第三层的这个天赋方面 最后一层的这个天赋 一般来说TA还是选加三折光次数来得够划算一点 这场比赛打了27分钟 估计应该要结束啊 经济方面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你C9这帮人 尤其是一个中单的宙斯 你宙斯现在的这个经济 全场倒数第三 在对方大哥21000经济的情况下 宙斯自己有6400 这里不是找到对方的这个兽王 直接秒 这波还行 但是马上就要被对方反过来 直接给秒啊 看一眼TB开启分身 跃起直接开BKB开大 这里还有一个空血的大跃 过来踩一脚 TB直接被弹死了 FOP一个人站在对方的这个人群当中 吃了对方所有的输出 没死 然后TA进来一顿收割 直接是完成一波三杀 然后达成超神 那么这样啊 随着C9打出之界 Secret的第二场比赛 依靠自己这个比较扎实的阵容 也是应该说碾压的拿下了这场比赛吧 非常非常非常痛快 27分钟就已经结束了 这边游戏又更新了 好吧那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啊 小心游戏补定 又是更新了一个点点补定 那我们这里稍事休息 一会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大家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么 也欢迎大家加我的Q群 欢迎大家加Q群 第一时间去了解这个比赛的一个直播 了解直播的信息 还有节目的这个更新信息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回到全部的 启 下期再见 因为